好久没有更新视频了 过年的这段时间事情比较多 家里家外走亲伐友 到处吃吃喝喝 一年又过去了 今天已经出十了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出院门打工的也已经开始返程了 在家看娃的牛熟妇女 生活又回到了原点 荒废了一段时间的小菜园 今天也要开始重新收拾整理一下 现在地里面比较空 大部分蔬菜都已经采收完了 这段时间主要是吃一些红菜苔 还有白菜苔 其他蔬菜就没有什么可以采收的了 今天主要的菜园任务 是给麦豌豆做一下简单的管理 好长时间没有管理菜园了 麦豌豆也长满了杂草 我这个麦豌豆是12月初 在窝笋地里面套种的 当时因为没有多余的空地 单独播种 只能等窝笋期等长筋杆后 套种在窝笋地里面 虽说播种的时间晚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初苗率还是蛮不错的 几乎每颗种子都有发芽 今年的麦豌豆幸好播种的比较晚 扛过了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冻雨天气 隔壁阿姨的麦豌豆是10月份播种的 播种的时间又稍微早了一些 正等到开花的时候碰到了冻雨天气 花包全部给冻坏了 虽说现在气温回升了 但上面的花包却少了很多 直接影响到了麦豌豆的收成 主要是今年湖北地区的冻雨天气比较少见 将植物全部冰冻起来 停留的时间又比较长 麦豌豆的花包很容易被冻坏脱落 理想结甲 今年播种的麦豌豆不是很多 就靠着围栏的这一块种了一小块 靠着这个围栏种的好处 主要是想着后期麦豌豆的藤蔓比较长 靠着这个围栏呢 它的藤蔓可以顺着这个围栏向上 攀爬生长 到时候给它迁藤搭架也比较方便一点 麦豌豆长到中后期的时候 它的藤蔓比较长 特别是开花结甲的时期 碰到雨水多的天气 藤蔓特别容易倒趴在地里面 藤蔓长时间的倒趴在地里面 又密不透风 豆甲因为长时间的接触潮湿的地面 就特别容易腐烂 今天只暂时的给麦豌豆做一下简单的管理 除除草松松土 再将边缘的泥土给它垫高一些 这样等到雨季来临的时候 排水要顺畅一些 就不会有积水的现象 麦豌豆如果地势太低 有积水的话特别容易烂根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啦